不过在重大灾难之后呢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这次空难澎湖的饭店退房率高达了三成 离难者家属急急忙忙赶到澎湖 很多人是没有地方住的 澎湖的居民非常热情 很多人提供了免费住宿 让他们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 打开房门看到里头的精心设计 让人以为是和海豚悠游在大海之中 如此舒适的空间原本要价上千块 但遇到复兴空难 当地居民决定免费提供房间 给疲惫不堪的离难者家属 一个喘息的地方 坐在电脑前将讯息po网 就是想帮助更多的人 这次不幸的事件 严重打击澎湖观光 观光季的退房率高达三成 民宿前原本应该停满机车 但却只能拿来放沙包 让业者相当无奈 有接到旅客就是 不搭复兴航空要改搭 比较航空公司的也有 然后不敢再搭飞机 要改搭船的也有 然后取消或延期的都有这样子 不过许多人都决定将空房 拿来帮助家属或其他相关人员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在空难悲剧里处处散发 人性光辉 记者黄国威李维廷 澎湖报道